那我们今天学佛了 学佛要存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我们怎样救护这些众生 没有救护的心 没有救护的行为 你不是真正学佛者 真正学佛者 一定有救护的心 救护的行为 那这行为是什么呢 一行专念阿弥陀佛 给这个世界众生回向 这就是 见不为这能为救护 把念佛功德了 回向给一切众生 那么对人 有意无意 要劝导大家念佛 怎么劝呢 我们自己念佛 他就会跟着念佛 所以 自修啊 就是读人 尤其大臣经上所说 自他报二 这个意思很深 这话是真话 实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 实实真相 如果长生这个心 我们看不见的众生 比看得见的 不知道要读多少倍 无法计算 我们晚上睡觉 家里面最好开一个念佛机 念佛号 声音小一点 不干扰睡眠 听得见 不要小看这个机器 这不是人的机器 我们发心加持它 发真心加持它 这个机器 它的能量 至少 以这个为中心 周围四十里 有明界众生 多的理 你对他们都有大帮助 不经 一如一如实 有明界众生 欢喜 第三季 十三叶到其 乃至于 太上干音品 这些都是这么 非常爱好的 无量寿经 也非常好 无论是 经典的读诵 或者是讲经 都可以播放 常常存这个信 自利利他 帮助这些众生 超度这些众生 效果不可思议 这是说 见到不为的 能为救 不为特别是对 鬼道 地狱道 对出生道 都非常有效果 有效果 都非常有效果 非常有效果 感谢观看